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他很焦虑他的入职考试的时候 然后他的男朋友就在上级跟他说 要不你辞职吧 就是你 你还是可以过让人家羡慕的生活 你为什么要 怎么辛苦呢 我现在说的话可能会结束吗 但是这样 如果你直接撑下去 你就死去吧 这个男人不懂他我觉得 然后他在那一刻他就会很 他懵了 因为他选择的这个工作 他那么要强地去读书 他就是想要跟他爱的人并肩 而不是当一个沉战的老婆 我很让你不完全感到的 不是 你是一个很尴尬的人 你会把一切都寄完 那全都让别人担心 那是不完全感到的 可是我后来发现呢 我也变成了计划的一部分 我当初担心录制考试的时候 你跟我说 我可以辞职你来照顾我 的确这种生活 是很多人帮我以求的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因为我们一直干的 装着的 对 他就是比 argentina 我们要去看 还有票 就用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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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好 来 过来